这是一个让全网粉丝都羡慕的蝉使官 凭借一只金毛快速地让它发家致富 生活直被小康 这只金毛的工资是每月一万八千 而蝉使官每月的工资是三千 这位蝉使官每天过着清闲的啃狗生活 如果有人问蝉使官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位蝉使官可以自豪地回答 我的狗赚钱养我 这只金毛的名字叫哈哈 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狗狗明星 哈哈也带着她的蝉使官 生活直被小康 更是把狗富贵物相望这句话 发挥到了极致 跟她合作的剧组演员不计其数 七岁的哈哈已经有了五年的演艺生涯 哈哈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演技绝对一流 堪比现代的小鲜肉 她作为一个有五年经验的老演员 不仅是长相帅气 镜头感十足 演技还出奇的自然 哈哈也从一开始的职业模特 慢慢地跨进了一圈 她的演艺生涯简直就是一路长虎 合作的对象也是越来越国际化 片酬也是水涨船高 达到了每月一万八千元 蝉使官自然而然地 也就成了她的经纪人 给她接戏陪着她拍戏 这些都离不了她的蝉使官 哈哈专业的演技 也让她的演艺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随着她合作的演员越来越多 自己也成了国际化的专业演员 自然而然地也承担起了狗仰人的重担 蝉使官的工资虽然每月只有三千块 但是哈哈的工资高啊 她不但挣得多 而且把演艺圈的规则摸得明明白白 拍摄之于各种包大腿 从导演到剧组的工作人员 还有一起合作拍戏的演员 都被她安排得明明白白 超高演技的哈哈 让她能驾驭很多的风格 不管是家庭版的温馨戏 还是激情的运动戏 对于导演的指令 她是拿捏的恰到好处 就连一些有意义的宣传纪录片 都是出自哈哈的表演 虽然有时哈哈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但是究其原因 还是为了给蝉使官省点钱 她只是想在剧组里把饭吃饱 然后回家省点狗粮钱 哈哈 每天忙着工作赚钱 自然也没空花钱了 那花钱的事也只能交给蝉使官了 这只金毛绝对是来报恩的 别人家的狗都是拆家饭二气主人 哈哈是赚钱养家养主人 见过啃老的也见过啃小的 这啃狗还是第一次见 哈哈不但可以陪伴你 不孤单 不寂寞 还可以赚钱养你 这是积了多大的德 才能遇上这样一只报恩的狗 画别人家的男子 还是平纪 我带你 还是平纪 都可以不好 亏支持民 לא� 确语 dark 识 感谢观看